Mavic Pro的固定翼模式 不仅更具有操控的乐趣 配合DJI Goggles使用 还有独特的第一视角 您可以感受快速俯冲的刺激 体验一把自己开飞机的乐趣 快来体验一下吧 这里我们以美国手为例进行演示 启动飞行器至一定高度 在遥控器设置页面下 开启配置固定翼模式图标 推动右边的抚仰摇杆 飞行器向前飞行 当速度达到3米每秒或以上时 按住遥控器背部的CE按键 或者点击APP左下方上的固定翼模式图标 即可进入固定翼模式 进入固定翼模式后 飞行器将以固定翼飞行器的模式进行飞行 向上推动左边的油门摇杆 可使飞行器爬升 向下拉动左边的油门摇杆 可使飞行器向下促冲 左右两边的偏航摇杆和横滚摇杆 作用相同 将左边偏航摇杆或者右边横滚摇杆向左推 可使飞行器向左协调转弯 将左边偏航摇杆或者右边横滚摇杆向右推 可使飞行器向右协调转弯 向上推动右边的抚养摇杆 可控制飞行器的前进速度 按住遥控器背部的C2按键 或者将右边的抚养摇杆向下拉动三秒 即可退出固定翼模式 P档和S档位下均可使用固定翼模式 配合DJI Gagos使用后 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进入Gagos智能菜单界面 开启固定翼飞行模式 推动右边的抚养摇杆 飞行器向前飞行 当速度达到三米年轎或以上时 按下遥控器背部C1按键 即可进入固定翼模式 按住遥控器背部的C2按键 或者将右边的抚养摇杆向下拉动三秒 即可退出固定翼模式 固定翼与体感模式结合 可进一步带来随心所欲的飞行体验 您也可以开启体感控制飞行模式 在开启DJI Gagos固定翼模式后 此时头部运动 还可控制飞行器的航向和云台抚养角度 智能的交互 让你像飞行员一样畅游天际 这就是固定翼模式操作演示 感谢您的收看